来了,兄弟们,暑期填坑继续 看到我这么用心填的份上 大家可以长按点赞支持一下吗 本期视频来看下这个东西 这是个啥呢 这是美版的西奥战队 也就是日版超级战队的变身器 包装盒的感觉很有逼格 整体营造出了一种神秘而稳重的效果 甚至你不会想到这是一个玩具 左下角是弯袋的红标 背面是一些背景故事和玩具的卖点 打开,内容物非常的简单 一对手环,一张说明书 手环本体采取了金属漆和电镀的涂装 银色部分金属质感很足 金色旋钮是超级战队的logo 上面有着五位队员的标志 盖子是合金材质 因为年代的关系 真空电镀已经开始氧化了 但是整体的观感还是可以的 另外一只手环就更简单了 银色部分和变身水晶都是金属材质 在水晶的内部还有一个机关 是这款玩具最大的玩点 这里先卖关子啊 一会再说 弯带是人造皮革材质 上面有超级战斗的logo 那么怎么玩呢 开机 开机以后默认是C25号红战士模式 摇动会触发动作感应 随机触发几种攻击的音效 说到这个让我想起了国代小梦套装 200多两个 我真的是香啊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要用这个挖坑 不是的啊 我只是单纯的晒晒挖具 因为我要用这个挖坑 美版的超纵合体 来吧 兄弟们 点赞过完 咱们来看看美版和日版有什么区别 拜托了 兄弟们 多多点赞啊 那这个怎么玩呢 分别戴在左右手上 然后做个帅气的姿势 摆成这个角度 按动红色的按钮 变身 变身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看到 金色的盖板会发光 这是为什么呀 这里也没有发光呀 这是因为水晶里面有面镜子 把这里的光经过90度折射 折射到这里 我非常简单的物理小知识 被应用的相当的好 除此之外 旋转左侧的旋钮 切换模式 不然顺序切换五个队员 和主踢取模式 升红效果的演示呢 我就放在视频的最后了 最后在闲置一段时间之后 会有一个消息提示音 总的来说呢 这款变身器 在玩法上 相较于之前的恐龙战队手段 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了 可惜的是 因为版权一主 这个系列也惨招腰斩 按照海之宝的习惯 这种面向收藏玩家的产品系列 它多半是不会再考虑重启了 所以现在价格呢 也是非常的不友好 如果朋友们喜欢这个系列的话 多多点赞呀 以后我多安排 这种面向收藏 Zero Ranger 2, Yellow Blue Zero Ranger 3, Blue Green Green Zero Ranger 4, Green Red Zero Ranger 5, Red Zero Ranger 4,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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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